1 2 你们自己看 想想哪个啊 来 王改帝 今年52岁 河南郑州人 从事服装贸易行业 已有近30年 在业内小有名气 2015年 傅贤在家的王改帝 决定南下浙江同乡浦院 二次创业 从事直播带货 最早的时候 是没有人看好我们这个直播的 他们都觉得你50多岁了 你怎么干这个 这么辛苦 实际我躺着我在家里 我照样还是可以养活我自己的 在郑州我们的生活还是蛮好的 但是我就觉得 如果有天不做事了 我真的会像我身边 好多朋友一样 不洗脸不刷牙 在家里可以待一天 你刚才你说了 别人都是在沙发上 或者在床上躺一天了 我就是在镜头前面 最漂亮的一个女人 虽然已是二次创业 但王改帝 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从每天早晨4点起床直播 到傍晚下播 一天十几个小时 几乎没有休息 从选品到发货 每个环节 王改帝都清理清为 六年时间 王改帝的小团队 从最初的三人 到了现在的30多人 在某短视频平台 粉丝超过100万 每月销售额超500万元 我们的员工对我 也是有要求的 所以我必须也对我自己 更高的要求 要是说 跟你的员工一个月 工资都不够自己花的 我觉得也对不起 这些几十个孩子 我已经在我们团队里面 我属于老妈子鸡的了 过节的时候 给他们做点东西吃 完了以后 包装的时候 包不下的时候 我去包装 就是直播的时候 我又当一个直播人 但是有时候去看货的时候 我又是一个买手 就是你的勤奋 不是因为你干的这件事情 而是这件事情 让你更多的有价值感 王改帝表示 通过自己带货 不仅能让他挑战自我 也能通过镜头 展示自己的生活态度 鼓励更多的同龄女性 我们家正常都是 40岁到60岁的 特别的多 他会觉得 你看人家50岁了 还可以成为这样 有时候我们粉丝 自然在那直播欠勉 他们一看看一天 我说别看了 关手机出去转钱 我说你老躺在床上 躺躺的把人给躺懒了 我们好多就是 他有150斤 160斤 170斤的这些女性 我就会告诉他 如果你现在减了 这个月减了10斤 你在毛姐店铺里面 随便去挑 在不少人眼中 王改帝拥有超越年龄段的 自信与美丽 在王改帝看来 这一切源于自己的独立 我原来只有独立 还有她有价值感的女性 她的那个自信心 才会非常的棒 如果你连你自己 都养不了的情况下 你怎么可能自信了 所以女人不可以 依靠所有的人 没有说这个 非要不要强势 就是你算够了 自己可以自主的一些东西 你的生活也会更好 我相信不每一个阶段 都会有适合你的这个赛道 我也想我到70岁80岁有一天 真的是很优雅 就很漂亮 哪有一头白发不好看的 有 但是你一定是 让你觉得很自信的 而且人的一生来世界上不容易 不让自己活得这么好 你怎么好意思走呢 是不是 没事 可是 为什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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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